全世界最大的海上图书馆 旺道号日前进驻基隆港 带来超过五千种 五十万册的各种书籍 海上图书馆的计划 从一九七零年代开始 至今他们已经造访超过 一百五十个国家 船上有来自世界各地四百多名 志工其中有两个人是 台湾人他们说可以跟着 这艘船一起到世界各地 提供协助非常有意义 童书 食谱 小说 上百位民众穿梭在 各式各样的原文书籍里 这里不是书展 也不是一般的书店 而是目前全世界最大的 海上图书馆旺道号 船上再有超过五千种 五十万册的各式图书 德国好书共享协会 一九七零年发起了 海上图书馆的构想 经历了真道号 中普号 以及现在的旺道号 至今已经造访超过 一百五十个国家 海上的船 海上的船 开始在1970年 当时我们有很多 服务的社会在 印度上 我们拿了 人和人和物费 到印度上 我们想要有更好的方法 更加有更加有效果 做这 当然了解了 一个船 用船来 用船来供应用船来 给予工工程 当我们开始 这个船 我们认识了几个港并 我們很快就發現 船船自己是一個很大的用途 在社區服務工作 目前船上有400多名來自50多國的志工 我們在這裡發現熟悉的台灣聯口 上船已經一年半的林信穎說 2009年參觀過旺道號的前身 中普號後就決定加入他們 旺道號每停靠一個港口 他們就會到當地的孤兒院 學校 教小朋友認識英文 做健康檢查並協助他們 搭建公共工程 現在林信穎是書展部的志工 每天靠港時都要幫忙陳列整理書籍 他說一開始很不適應船上各國的志工文化差異 還好跟港義英國籍的室友Kate一見如故 兩人還會互相分享自己家鄉的文化以及美食 他們一天的行程跟上班族很像 每天工作八個小時 我每天7點45分就會全部的船員一起起來找會 然後9點開始工作 就是一天會工作八個小時 對八個小時之後就是你自己個人的自由時間 有時候我們會如果靠港的話 我們就到當地體驗當地的文化 去吃吃美食 或是就在我的房間跟我的室友聊天 喝杯茶或是一起看看電影 海上圖書館帶著這群志工前進不同的國家 船長說2006年他們到了經歷海嘯傷痛的斯里蘭卡 當時排隊上船的民眾長達兩公里 讓他畢生難忘 開始有點嚴重 但當我們組織了他們進行線 我們有很好的人控制 然後就更好 我們能夠聯繫跟人們 甚至在人們等候等候 我們有組織去外出 只要跟他們聊天 和鼓勵他們 當我們在那裡 後來的津波 船長在那裡 在那裡建造 幫助他們建造的項目 旺道號首度來臺 除了書店之外 還有模擬船艙 以及虛擬船舵等 讓大家體驗船員生活 以及海上的冒險故事